下面邀请常主席发表讲话 等一下 让我看看我的小本本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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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晨晨 我在想 如果说未来习近平还赖在这个位置上不下台 中国短时间没有什么重大变革的话 你也不可能有重大变革 他就那人 脑子里就那点东西 你让他去变 你这就跟要命一样 对吧 如果按照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会发生什么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的看法 虽然说今天打开这个手机全是5万的华为手机抢疯了 3万的华为手机360多万人预定 我都一下觉得咱们是不是跟这个华为活在平行的世界里头 那我就觉得跟这些动不动买个5万手机的人比缠缠 那都自己也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穷逼 可是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 真实的状况跟华为手机跟于崇东说的都不相关 5到10年以后呢 中国你这个就业呢 可能会成为大问题啊 那15年以后你就按照现在算 现在2024到2039年 老龄化就正式的到来了 那当就业出现大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 你可能就不要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比如说你想升职加薪 今天我看到一个IBM的这个姐姐啊 她呢35岁了 然后呢被这个IBM前一段不是走了吗 他们全部都被辞退了 她说呢她投了好多个简历 真的没有适合她的工作 因为大部分科技企业 尤其是中国国内的这些大厂 是不招35岁之上的人的 那她呢就之前就算有IBM这样外资大厂合作工作的经历 她也很难找的工作 她觉得她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了 那这个其实听起来挺悲凉的 那我们仔细想想啊 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就业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那如何能活在当下 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那老龄化到来呢 对吧 因为劳动力的缺乏中国这个人口大规模的断层 这个机会它会萎缩到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 我觉得就几乎所有的非权贵阶层的普通人 可能都会陷入一种入不敷出的窘境或者困境当中 那一个社会呢 他一旦进入到这种状态以后 我觉得别说普通人就业没机会了 你就投资其实也没什么机会 消费你也没场合 毕竟你要消费你是给人看的 比如说这些做生意的之前呢 带劳力士买这些表啊首饰 他是为了做生意撑牌上 那当我没有投资机会 我不需要去赚钱的时候 我也自然就不会去消费这些场面东西 甚至有人问了这个中国未来的粮食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短缺 我们知道粮食很大程度上 中国也是靠进口 那未来也有可能会出现某一些食物的短缺 那面对这样不确定性的未来 我们普通人到底能做什么呢 上侧当然是我说的就是润嘛 36届走为上 那中侧呢 你就是拼命留在像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 下策呢 就是你家里在小城市有房子 你就去小城市 中国的这个历史已经证明了啊 就中国他有一个特色 他无论是出什么手机 他不是他说错了 他无论是出什么事都会死保这几个核心的大城市 你像北京 如果北京的这个蔬菜太贵 他会让这个河北先缺着菜 供应北京 天津也要拱卫北京 所以就是中国的这个战略策略 就是死保大城市 死保核心城市 那中国的县城和农村呢 其实都是被忽略的东西 就是说不重要啊 平常那好的时候 我有吃的 你也有吃的 但是不好的时候啊 那一定是牺牲的 或者被牺牲的对象 你就可以看看中国 为什么说东北 这共和国长子 现在呢 这么穷 这么苦 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东北 他没有什么外力的帮助 那这不像你说这个浙江啊 广东啊 福建那些地方 你像很多浙江人 福建人 他们呢 在马来西亚呀 在这个台湾呢 在港澳呀 都有亲戚 那可以时不时的寄点钱 或者食物啊 这有点像是现在的那个委内未拉 现在那个国家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外面打工 那没有这些外面人的接济 留在国内的委内未拉本地的这些人 实际上是活不下去的 那你看呢 当时中国国内疫情的时候 海外的这些人也是寄口罩呀 寄药品的 那最后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 你千万不要回来千里投毒 所以 就是说像东北这种比较封闭的地方 还有北方这些比较内陆的省市啊 你在这个海外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别人就算是先有余 那最后也力不足 没有办法去帮你 所以我知道 现在很多朋友的现状是润不了 那作为一个润不了的人 你能做到什么呢 我觉得你能做到要保护自己的现金流 那你买房对吧 你就是有病啊 你扯啥呢 对吧 你能保证你未来这个五年十年 你还能还得起这房子吗 那你还能保证未来的这个钱 这个房子还值你买的时候这钱吗 就算是体制内的 很多体制内的总觉得自己高高挂起 没有感受到这个含义 你跟他说 现在老百姓经济不好 他跟你说我还刚抢了一台五万的手机 所以有一些体制内的人啊 就对整个这个社会的风向 缺乏一个敏锐的感知 因为他自己呢 还没有受到波及和影响 但是即使是你目前还挺好 也不敢保证你未来不会失业 对吧 你也能不能保证 甚至呢 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说 目前那是拿着这个高额养老金 整天到处旅游呀 跳广场舞的这些老人 他们大概率可能在未来的五年 也会失去自己的养老金 至少是养老金会受到减损 连体制内的人 你都不敢保证 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 你还能有像现在这样的现金流 那作为这个野生的体制外的 你们 你们还买房 这就相当于是自寻死路 中国人呢 在过去二十年 有一种执念 就是对这种高端东西的执念啊 比如说奢侈品呢 国际学校呀 高端饭店呢 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 你要知道 它是这个身外之物啊 不能太执着 这些其实都是让你这个现金流 迅速变戏的一些 不良的 没有必要的习惯 那一个家庭呢 就尤其是中国 对吧 你跟这个国外不一样 国外有兜底 他不存钱 他有这个资本 那你不存钱 你不去储蓄 你还想保持着 跟以前一样的高品质生活 你不愿意给自己的生活 这样一挡 那你未来就一定会 掉入中国共产党的 这种债务的陷阱 而当时的这个环境呢 到时候啊 已经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了 那就像这个中金的 对吧 这个IBM的 以前呢 生活都很宽敞 阔绰 都买着最贵的房子 那他们其实都没有办法 保证自己下一年的现金流 那最后走了极端 所以我就在想啊 就是人一定得居安思危 好的时候呢 你得知道 明天有可能会不好 不好的时候呢 你也要心怀希望 相信未来 有可能会更好 那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 就是观察这个社会 整体状况的 一个风向标啊 这个风向标 肯定不是统计局的数据 而是这个就业率 你像 就是中国啊 早些年计划经济的时候 老毛那个时代 像习近平 他不是被推荐上的工农兵大学吗 听说那个时候是百里挑一啊 想获得一个推荐名额 特别难 也没有什么 招工就业的机会 你每个村 每个县 每个厢 能推选出几个人 都不错了 对吧 那一个公社 就那么一两个名额 那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就不一样了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这个就业 它是多元和多层次的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 很自由的选择 你就像这个入市以后 你看广东浙江到处都是工厂 到处都是小老板 那会儿真的是 只要你肯干 一定能够找到工作 机会是很多的 赚大钱的机会也是很多的 就算赚不到大钱 小钱呢 也是够家里生活的 这就是不同时代 给人提供机会的多少 所以你想 这个习近平时代 他呢是比较走运 他红嘛 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 可是其他的有才华的人 人家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家里成分不好 那改革开放 对吧 那各种各样的人 都有很多层次的 高中低的 对吧 内外的 不同这种循环的机会 这其实就代表着 时代的一种产物 那么就业形势 由谁来决定呢 那我们可以 有一个这个社会 比较显向的关系 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真实的数据是什么呀 但是有一点 就只要像卢克文 司马加头呀 这些人啊 还在台前耀武扬威的 那只要天天这中国的华为 还在宣传自己 遥遥领先的 那就业呢 就只会越来越差 因为就只有 当中国的这个企业家 知识分子 经济学家 真正的这些 搞学术 搞学问的人 能够讨论一些真实的 严肃的 不利于政府的 政府不爱听的话题的时候 这个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那所谓的这个 做大做强的 国企的口号不再喊 华为的遥遥领先不再喊 那牛逼不再吹的时候啊 就业才能慢慢的恢复 就是我一直认为 就是说这个平常 我们跟人交往 一个人越爱吹牛逼 他其实就代表他越不怎么样 越不爱吹牛逼 越内敛 就代表这个人 越有真才实学 有真本事 那你看中国 现在这些吹牛逼的企业 这遥遥领先 这些好好做实业的企业 好好搞科研的 好好搞经济研究的 这些人都闭嘴了 这就代表着 这个社会的风气 什么样的人 占据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就代表你这个社会 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那司马家头这样的人 什么时候被封号 销声匿迹了 才代表中国这个经济有希望 所以我认为啊 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状况 它可以有各种数据 什么CPI PPI GDP 对吧 但是呢 它最根本的形式 我觉得应该是通过 就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个也是跟老百姓的 关系最大的 毕竟有钱吃饭 没钱吃饭 有没有收入 找不着招工作 这就是普通人的全部 而就业呢 不是靠喊口号 也不是靠定一个又一个 宏大的目标决定的 也不是靠习近平能决定的 他就算权力滔天 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 这个就业率的问题 你看他们那么伟大 他们怎么连个就业都解决不了啊 那其实就业只有谁能解决 只有企业家能够解决 而企业家他们是否愿意招工 解决就业 它的根源来源于 他们愿意投资 是不是能够赚到钱 赚到钱以后 能不能保得住 这个国家有没有法治和支撑 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 那保得住后 有没有扩大规模等要素 等决定的 你就看看啊 说这个中国六七十年代 就哪怕是八十年代 哪有什么企业家 对吧 那现在而言 动辄倒查三十年 一个县级公安局的科局干部 就可以远洋不捞 一个小小的 纪检监察部门的科员 就可以留置你 谁敢投资 谁敢做大 谁敢做企业 谁敢做实业 对不对 那何况现在年轻人 天天跟着司马加头 喊着什么资本家罪恶 资本家万恶之缘 天天这样 你说你自己想想啊 这哪个企业家惹得起 这帮暴民啊 那惹不起躲不起 那只能移民了 企业家也是很无奈的 所以中国现在说一千到一万的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所有制体制的问题 不解决 那你永远回避 永远不解决 只要说你这个政府还是最大的地主 只要说政府还控制着所有的资源 那么企业家就不会安全 当民营企业家选择离开的时候 就业他就会消失 你可以看看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啊 你看他这个经济结构 他是非常依赖投资和出口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和倾销的问题上 一直不愿意承认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出口很重要 不让他出口就是要他的老命 而这些东西不是国企能够搞定的 这些呢 需要民营企业家的参与 才能做大做强 那现在呢 各种做强做大国企啊 不再给民企赚钱的机会 那各种不理智的口号呢 又让企业家们感到恐惧 各种权力之手到处乱摸 投资就会停止 那投资停止以后呢 其实就业就自然而然的成为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 就业有问题 你的社会福利就跟不上 那经济肯定要恶性循环呀 所以我还是说一千到一万啊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作为个人而言 保住自己的现金流 最好保住自己的工作 不要眼高手低的想跳槽 非常重要啊 那你润不了 你也要远离那些边缘化的地区 因为呢 当卖地政策不可持续的时候啊 各种这种政府的远洋补劳 对企业家的这种残害啊 已经消灭了投资 那转移支付的水 就算会有转移支付 那也到不了你这些穷乡僻壤啊 说白了对吧 那也很容易造成这个基层治理退化 甚至说这种地方政府 县级政府的大崩溃 所以啊 我们要想一想啊 那些土豪和村霸们啊 为什么会作涉吗 他们不是想什么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大数据下 任何的原子 你想脱离中共安排的既定轨道 都会被无情的击碎 你想你要知道中国 这个所谓的良好的治安 漂亮的大楼 这个热情的街道工作人员 社区的这些网格员 其实都是靠钱堆出来的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这个大城市呢 你活的不一定说会很好 但是呢 它一定会相对有一些安全啊 就相对来说 总会比你那村里 乡里有法治吧 总会比你那个乡里 村里讲规则吧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 在当下 你得明白这个寒冬到底是什么 对吧 那寒冬就是动物要冬眠 你得窝在家里 好好舒服舒服 大型动物要减少能量消耗 这是自然界生物的 面对问题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对吧 那动物呢 你要储备粮食 你要冬眠减少能量 你才能熬过去 才能等到这个春暖花开 和下一次经济的循环 其实人类跟自然界的动物 也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两样 你都得这个符合规律的去生存 所以这种啊 其实怎么说呢 就随着这个经济的下行 中国政府呢 还在不断的抢钱 比如说现在这个水电 煤电涨价啊 然后现在这个五秒印钞 稀释老百姓的这个财富 然后呢 各种加税 房屋养老金呢 这种小打小闹的 时不时的出来一下啊 未来呢 随着这个经济的下行 持续下行 进一步下行 还会有更奇葩 更刷新我们三观的东西出来 那一旦中国的这个存量 这几十年的家底 见底了呢 对不对 所以怎么说呢 存也只是苟且一时而已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啊 关键的节点 做出你正确的选择 对普通人来说 很重要啊 所以我就觉得啊 现在有钱不乱花 存点钱也没错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上侧是润 中侧呢 就是找一个大城市 能安家的地方 哎 好好的 稍微能安顿住就安顿住 那最次最次呢 你就是回你自己老家 回你自己老家 你也得给自己储备点 这个 怎么说呢 冬眠必要的粮食吧 对不对 毕竟 就而且还得低调点 别去买那华为的三折点手机 那华为的三折点手机 别人都知道三五万一台呢 你拿到县里 总共也没几个人买 这不都知道你有钱了 那些村霸乡霸们 一看 哎呦 这人都能买 遥遥领先的这华为手机了 宰他 割他 这不就从他身上继续 从你身上 这不继续搞点钱吗 对不对 不要去在这个县里招摇啊 在关键的这个时候 要低调一点 人呢 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啊 这个该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在不该冒头的时候 强出头啊 强出头吧 怎么说呢 你就是说自己一时爽快了 但你就被别人盯上了 中国这个社会呢 为我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人不能漏富 因为他一切东西都没有法治的约束 每个人呢 都仇富 那这个政府呢 现在没钱了 希望割富 每个人都不希望你富 那也希望你富 不希望你富呢 是从心里嫉妒 你不希望你有钱 那希望你富呢 是希望你有钱了 以后被别人收割了 他们自己就心里爽了 为什么说很多西方人呢 他不用去额外的去藏富 刻意的藏富 是因为人家有这个健全的法治 去保障个人的这个私有财产 所以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的地方 再有钱也是白搭 对吧 所以我一直说润时上上策 好吧 说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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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